67歲音樂作詞家李昆成 與小40歲的伴侶林靜恩 過去常在臉書秀恩愛 40歲的年齡差距 幾度引發關注 如今李昆成4月9號 因為大腸癌辭事 但他的兒子使用他的臉書贊號 發文指控林靜恩奪產 李昆成兒子控訴林靜恩 在醫院結婚一切都說了搶房產 但房子早已貸款過4筆付債滿滿 林小姐沒有工作能力 也只能等法拍刑及用盡搶到負債 對此其實林靜恩2015年9月7號 就曾回復過類似評論 當時他PO文表示 很多人說我是笨 又有一方說我很聰明 待我的男人過世後 我將可接手他的財產 而我認識的他 車貸房貸都尚未絞輕 說明他似乎清楚 李昆成的經濟狀況 並無可爭奪的財產 重回林靜恩現金的住處 即會證實 林靜恩確實在李昆成離開時 多次進出為了照顧他 有聽說啦 一直在一對新年 都沒有見過 還是走到家裡 不要說開工會不會 他從頭跟他聊天 李昆成住院 他就是 他那林靜恩就是有時候 早上出去還是晚晚回來 就這樣子是而已而已 不過跟鄰居互動不多 比較少看到 有時候一頭有頭沒有 我們都沒有互動過 我們都看過而已 過話 兩人交往財港漫十年 李昆成過世後 林靜恩也未曾公開露面 如今被丈夫兒子指控 奪產接口前未取的回應 採訪我們另外一支現場 台中採訪的到 無自然 救護師 他 發生 去